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叙述齐威王派田稷救援赵国 然后做了一番追续 讲述齐国军师孙彬和魏国大将庞娟的恩仇纠葛 我们暂时放下自治通鉴 从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 看看齐国的提议内容 邹稷作为齐国总理 意见和楚国总理赵锡旭高度一致 不就 一个叫段干鹏的臣子提出反对意见 说如果坐视不理的话 非但践踏了道义 也对齐国不理 齐国毕竟不能坐看魏国变强 决定要救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救 常规的办法当然是直接出兵 驻扎在邯郸郊外 魏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但段干鹏说 这样的安排 当然救得了赵国 赵国不会受损失 魏国也能全身而退 可我们齐国不能做老好人 所以正确的救援赵国的策略是 放着邯郸不管 向南攻打魏国的乡陵 以此来削弱魏国 这样一来 邯郸迟早会被魏国打下来 赵国就被削弱了 而我们趁着这个机会 可以继续从魏国那里捡便宜 看来段干鹏的奸诈 并不在警舍之下 和警舍的出发点异曲同工 提起这位段干鹏 应该会想到魏文侯时代的段干鹏 看来段干家族 从段干鹏以后还有人才 但已经顺应实事 不做隐士了 齐威王决定执行段干鹏的策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主帅的人选了 前面讲过 邹继身为齐国总理 很会选拔人才 这回选将 邹继推荐了田继 田继是田氏家族的重要成员 齐国的一员大将 齐国也像楚国一样 是一个数大根深的家族企业 基本上重要岗位和显赫地位 都被田家人把持着 邹继只是一个例外 大约齐威王 需要这样一个外人 来制衡自己那些 让人头疼的亲戚们 这就意味着 邹继的利益每进一步 田氏家族的利益就得退一步 所以不难想见 当下的齐国 正面临着严峻的将相不合的问题 所以邹继推荐田继 完全出于隐秘的死心 因为有人给他出过主意 建议他发动对位战争 这样一来田继一定会当主帅 如果田继打赢了 那就归功于邹继的谋划 如果田继打输了 就算没死 小命从此也就掌握在邹继手里了 这个容易算盘 打得很响 租迹原本反对救援赵国 但是既然齐渭王做了决定 那就让田继挂帅出征湘陵吧 湘陵是前面讲到过的 那是中安王十二年 辞职通鉴记载了 齐国进宫为国夺取了湘陵 湘陵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孙杨区 因为春秋时代 宋湘公的陵墓建在那里 所以称为湘陵 显然湘陵原本是宋国的地盘 却被魏国夺走了 后来湘陵几经一手 被齐国占国 被楚国占国 这时候又到了魏国的手里 齐国如果从首都林子出兵 直奔湘陵的话 是向西南行军 大约四百五十公里 而如果从林子到邯郸的话 是向正西行军 大约四百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 从林子出发 到湘陵和到邯郸的距离 差不太多 哪条路呢 也都没有额外的山河险阻 而对齐国来说 到湘陵呢 更是清澈熟路 所以行军成本呢 并不更高 如果能够打下湘陵的话 还可以对魏国的都城大梁 构成威胁 齐国和楚国 各怀鬼胎 都想看赵国倒霉 这样看来 魏国虽然有可能在一些小地方上吃亏 但夺取邯郸 应该问题不大 那么站在魏国的角度 简单算一算盈亏 会发现预期的战果相当划算 假如不出意外的话 魏国真的能以损失一些赐要成义的代价 换来攻占邯郸 乃至吞并赵国的成果 这无论如何 都该算是惊人的胜利 但是偏偏有人认为 这种胜利只是战术层面上的胜利 而从战略上看 根本就不应该去打赵国 否则 战术上赢得越多 战略上输得越惨 让我们把事件投向魏国 战国策记载 魏国大臣季梁 听说魏王准备攻打汉代 急忙赶回大梁 给魏王讲了自己在路上的一番见闻 说一个要去南方楚国的人 正在往北走 战略问他 你为什么往北走呢 那个人回答说 我的马好 战略又说 你的马再好 可楚国明明在南边 那人回答说 我的盘缠多 战略还是不理解 可这个不是去楚国的路 那人又说 我的车夫驾车技术特别强 显然马越好 盘缠越多 车夫的技术越强 也就一天天的离目的地 越远 战略随即把话题 引向了现实问题 说魏王的目标 是成就霸业 而攻打邯郸 无异于想去南边的楚国 却拼命的往北走 这个故事 就是成语 南辕北辙的处处 我们在小学语文课里呢 都学过这个成语故事 只是不知道 它的背后 还有如此复杂的一个历史背景 南辕北辙的故事 出自战国策 原文呢 只提到了魏王 但没有提到 是哪一位魏王 要把这位魏王 确认为魏惠王 还要等到 清朝周济编略的出场 周济编略的作者 黄世三 自微乡 号景居 浙江定海人 这个定海 就是道光二十年 被英军入侵的那个定海 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英军入侵 黄世三举家千居震海 从此闭门著书 涉猎很广 周济编略 是他给战国时代 整理出来的一部编年史 年份是接着左传开始的 前面讲过 从严格的编年意义上看 左传的编年 结束于鲁埃公二十七年 距离资质通鉴开始的 周薇猎亡二十三年 祖祖六十五年 所以在黄世三看来 自己这部周济编略 是第一部接续了 左传的战国编年史 补足这六十五年的编年 倒也算不上多了不起 而黄世三的主要贡献是 反复考定战国史料 所以在战国历史的内容上 周济编略经常做得比 资质通鉴更好 关于战国策礼 南辕北辙的那段故事 黄世三前后对比过 魏国和赵国的历次战争 把它编在了周显王十五年 也就是资质通鉴的记载里 魏惠王伐赵为邯郸的这一年 黄世三的推断 虽然并不是铁正如山 却是在现有材料里面 所能得出的 最合情合理的结论 那么 魏国向东对赵国兴兵 如果属于南辕北辙的话 正确的战略 似乎应该是集中力量 对付西边的清国 计量没有多说 我们的推测呢 也只能到此为止 赵国这边 两大盟国 各打各的小算盘 而魏国这边 盟友同样很不可靠 前面讲过 宋国办了魏国的码头 任魏国呢 当大哥 而这次大哥出征 自然要招呼小弟助阵 宋国呢 可不愿意趟这趟浑水 派出使者 去和赵国打商量 说我们宋国呀 势力太弱 扭不过魏国 但又不愿意 真的来打你们赵国 要不 咱们就一道演一出戏 我们呢 假装进攻你们的一座边境成意 当然是假打 摩扬公而已 做个样子 让大哥魏国呢 安心就可以了 这两边呢 一拍即合 果然后来 魏国很高兴 觉得宋国怪 赵国呢 也很高兴 也觉得宋国怪 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当时的局势 魏国主力部队正在强攻赵国都城邯郸 魏国的小弟宋国呢 在赵国边境装模作样的好时间 邯郸 岌岌可危 楚国警社带着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 从南边呢 装模作样的 要解邯郸之为 齐国田几 统帅齐国主力 开赴魏国重镇乡里 这场世界大战 参与的势力最多 实际角力的核心人物 只有两个 魏国的主帅 庞娟和田几的军师 孙炳 惊心动魄的 孙庞斗志 就这样揭开序幕 我们下一场再谈